生活的琐碎 吐出来是矫情 咽下去是沧桑 成年人的世界 夜晚崩溃 白天自愈 康特这两天又奔波在 找阿祖法的路上 可是却没有什么收获 奶奶跟他天天这样子走 身体也吃不消的 昨天晚上 他已经回自己家休息了 康特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去老者家里一趟 他想要把最近发生的事情 告诉他 他的车子已经停在了 老者家的路口 老者也知道了他们家的事情 他和康特说 你现在找人最重要 阿祖法估计是在大山附近 你开着卡车去特别不方便 我家里有一辆摩托车 你开了去找人正合适 老者已经把康特领到了仓库里 康特觉得他的提议很不错 有的地方确实卡车都开不进去 开摩托车去肯定会畅通无阻 所以他就没有拒绝老者的好意 毕竟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人找到 康特这两天总算是办了一点有用的事情 幸亏奶奶总是陪着他东奔西走 不然他只知道抱怨 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以前他找不到阿祖法的时候 大家都提得着急 可现在情况却有了明显的改变 大家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想着让他们夫妻早日的团聚 大家都知道摆在他们面前有很多问题 不是生活在一起就是大圆满大结局了 如果他后续还是像以前一样优柔寡断 他是没有能力经营好这个家的 康特以前总是觉得阿祖法小题大做 过去的事情应该彻底翻篇 就应该放下过去的芥蒂 和妈妈重新生活在一起 从康特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中发现 说明他没有真正的感受到阿祖法过去的痛苦 网友们现在对康特真的是很失望 现在大家都一边倒的支持阿祖法 就连奶奶也觉得现在真的是把事情闹大了 可是康特仍然是后知后觉 他认为阿祖法总会无条件的包容他 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最亲密的爱人 他们也是相互的理解相互体谅 没有人会一直单方面的付出 康特虽然昨天暂时赶走了妈妈 可是他知道自己如果不能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或者不答应妈妈的某一个要求 就是阿祖法回来以后 他们还是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的 这是康特最近得的教训以后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康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找到阿祖法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两个可爱的孩子了 阿斯曼还那么小 他真的不忍心他在外面跟他妈妈漂泊 康特这两天一直没有接到阿祖法打来的电话 他心里已经猜测到了 阿祖法肯定在生他的气 这两天他都是和奶奶一起在找人 希望阿祖法看在奶奶这么辛苦的份上 就不要再生他的气了 康特也知道阿祖法没有亲朋好友 他只是和老者的女儿关系好一点 但是他不可能和老者的女儿求助 因为阿祖法也觉得自己亏欠他们太多了 也不想他们妇女两个 为他和康特的事情左右为难 阿祖法觉得这个大山里才是他的家 虽然远离城市很孤独 但是真的很安静 要是他有能力的话 肯定在大山里买一块合规的地皮了 可是现在只能勉强搭个临时庇护所 康特也知道阿祖法没有哪里可以去 肯定就是在某座大山里 其实阿祖法也没有刻意躲着他 只是没有主动联系 他并没有跑到深山老林里去 说明还是给他机会的 把附近大山里里外外都找了一片 可还是失望而归 他心里越发地担忧起来了 康特往回赶的时候已经夜幕降临了 他没有哪里可以去 还是来到了工地上 却发现了妈妈和吉尔纳在这里 康特看到他们心里就来气 他走过去气愤地质问妈妈 你们为什么又过来了 妈妈真的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他说是来看看阿祖法有没有回来的 康特不想听他们解释 赶他们离开 妈妈的脸皮不是一般厚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他们赶走 大人赶快速攻击 给大家看 我去给大家看看 穿着 你看 你看